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再說一些近一點自己的事 大家都知道其實自從曾俊華財政預算案宣讀之後 一連串的政治風波 無論是幾個禮拜前在中環遊行集會 直到整百日的示威者被拘捕 甚至有檢控的可能之外 兩個禮拜前立法會否決了臨時撥款的動議 造成了一些輿論的反應 當然最終立法會的臨時撥款都通過了 但整個戰爭並未因此而結束 其實到現在為止 立法會兩大陣營之間對財政預算案本身分歧 已經超越以往我們對財政預算案的了解 很多時我們講到以往財政預算案 最主要是針對譬如說 現在我們會講到現在負防水浸 又或者其實有這麼龐大的盈餘 這個這麼龐大的盈餘 如果不透過一個有效機制去到將這些盈餘 令到這個社會上面一些有需要的人 或者一些社會上面要切幫助的人 沒有給到一個適時的援助之餘 去到今時今日 整件事件已經搞到回不了頭了 之前我們講到六千元暗號費事件 令到這個裁爺或者整個特區政府 完全可以說威信蕩然無存 然後現在有人說受制於北京的壓力 這個曾俊華無論你說他發爛窄也好 或者急就張也好 是又退稅又給六千元 但其實怎樣將這六千元給市民 其實去到現在都仍然給了一個很具體的眉目 甚至有人會說其實七一之前 如果收不到那六千元暗號費 沒有人會猜到接著會發生甚麼事 然後到這一天兩天政府就說 我們不如經關愛基金 將六千元給一些未來香港住滿七年的 新來港人士 但有可能會有所謂入息審查 這個做法在這個關愛基金的委員會 都有很大的爭議 特別是一些比較獨立的委員 譬如有一些委員都說到 其實用分錢的方法去到所謂橫富移民 或者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已經是做成一個社會分化 如果你又將那六千元給新移民人士 還要有一個入息審查 其實就是分化再分化 究竟我們現在特區政府 究竟是否已經去到因為知道自己 倒數 夠重呢 所以是否已經做事沒有心機 沒有目標 沒有方向 然後就亂來 然後可能就會覺得 反正我們這個政府都有爺爺支持 亂來也不怕 爺爺最終就好像這個 末理法革命那樣 用這個警隊作為手段去鎮壓 這些反對的聲音或反對的示威 其實你會對於現在這個情況 你會有些甚麼初步觀察 我覺得其實有個問題就是 政府顯然已經是一個閉腳政府 這個閉腳政府固然是有制度性的問題 因為曾任權他本身是以個人的名義去做這個特首 他無須對選民負責 因為他只有八百個選民 那八百個選民又對大約二十二萬個選 那八百個選民負責 第一他不需要直接向選民負責 第二他不需要間接向選民負責 就是向他效忠的政黨 即是他所屬的政黨負責 所以這個差不多是每次特首做到 快任滿時都出現的情況 此其日他無心機做事 第二就是這個跑馬仔又開始了 所有機會做候選人的人都會為了明年三月的選舉做些事 第一個就是爭取提名 所以很奇妙的現象就是 第一一定要為未來的千二個選民做些事 做到甚麼呢 實際的又要做 任務服務也要做 即是說話又要做 為他們說話 所以現在香港的政局非常混亂 就是原有體制的特首 包括他委任的三司十二局 已經是無心戀戰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第二個就是為了要抬高自己 很多人都攻擊政府 所以你特別聽到多些人去批評政府 當然會涉及到今年年尾的區議會選舉 所以整個香港是非常混亂 所以其實一個弱勢的政府對著政府以外的 虎視眈眈的力量 暴力在建制派裏面或非建制派裏面 當然很窮於政府 所以他便會拿些人出來打 譬如好像曾蔭權的百元之高調回應 所謂暴力示威 法會暴力的問題 你不等所有的東西來主意事先 其實長毛剛才說過現在是弱勢政府 大家都可能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剛剛上個星期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搶嫌 大家有沒有盲搶嫌 大家有沒有沒有尊嚴 某程度上就是 當然有人會怪罪於 某些人三方留言 或者一些完全沒有科學根據說 而令到市面恐慌 但其實你從整件事件的現象 那一天裏面 很刻意去到超級市場 當你真的見到超級市場裏面賣鹽 假的而沒有了的時候 不是一間 每一間都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不其願地想想 究竟我們政府發生甚麼事 如果整個政府基本上已經是無心亂戰 已經是差不多等下台的話 對於這些社會問題似乎又坐視不利 很大程度上 剛才長毛所說到政府無心亂戰 又或者其實只不過現在用一些 聲東擊西的方法 最主要是針對80後 甚至針對網民 一些反政府的言論 而用一些很惡毒的語言去回應 但對於一些大的問題完全是閃光 還有迴避 我想那大半年裏面 都應該某程度上不能避免 你看到他在一些回應 一些香港人關注的事 例如菲律賓人士和核電的問題上 他都是非常之馬虎 後施後隔 為甚麼呢 因為你看到菲律賓人士 其實那件事都非常之曲折 亦都比較複雜的整個過程 變來變去 由菲律賓當局開始 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來的要求 是不抽不採 到後來阿基勒三世總統 答應一定會派人來香港做證 到他去庫約 其實中間談了甚麼我不知道 只有兩個推論 第一個就是 菲律賓根本是說謊 第二就是他 所以不是想說謊 但後來轉態 其實這個不多不少都跟中共政府背後的滑船有關 所以可以這樣說 如果特區政府在人事事件的死難或受傷家屬的要求下 希望菲律賓的證人 尤其是在政府工作的人 包括警察在內做一個證據 其實做一個證供是合適的 但現在沒有做到 而政府又沒有跟香港人交代過 是否叫過中國外交部 或者其他商店機構做過這件事 沒有說過 所以現在非常荒謬的就是 現在菲律賓政府不來 大家都當是不可逆轉的事實 繼續去做那個結論 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在中間的時候 連一個最起碼的爭取都沒有 到底是 特區政府是沒有叫到中共做 因為叫了中共 中共做不到 真是不知道 那是沒有交代的 我問過很多次 其實由整件事件開始 人質事件發生過 大約十多個小時 到底中國的大使館 駐菲律賓的大使館有沒有介入 現在不知道 如果說菲律賓市長去吃飯 是應該受到譴責的話 其實當日特區政府沒有找過中央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有沒有主動找過特區政府 正是越揭越臭的事 剛才長毛講過幾件事關於菲律賓市事件 當然中間過程裏面 譬如說特區政府有沒有主動聯絡 中央政府再聯絡菲律賓市 就是菲律賓市管去處理這件事 這一個其實仍然都沒有很清楚的一個釐清 另一方面就是剛才長毛都提過 就是說究竟當中國駐菲律賓領事館 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也都有沒有即時通知中央政府 又或者即時通知特區政府 去處理這件事 都一個大家似乎很多時忽略了的問題 但其實前幾天聽三文機的時候 其實有部份死傷者的家屬 都寫過信去保安局 又或者很可能也都嘗試去向中央駐港聯絡 辦事署那裏去到申訴 但好像石沉大海那樣 迫著要透過媒體去到將自己的訴求 說出來希望引起公眾主義 迫到不同方面做一些事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當然我們會說整件事件發生在菲律賓 特區當局召開這個寧訊背後 如果我用一個很善良的意願去看 就是想釐清整件事真相 但大家都知道就是 特區當局本身的處理手法和態度 無論這件事不是一件政治事件也好 其實很明顯也都見到市民 亦都看著特區政府 無論我們說到司法機關 或者說到政府的相關部門 就是那個積極性 其實都是作為市民 就是評估政府的表現一個標準 但如果見到現在整件案件 那你見到特區政府完全是無力 或是無能力去逼菲律賓當局 去到派證人來 甚至連要求中英政府幫忙 那大中英政府那些態度又這麼客氣 那其實很大程度上 深水清的人可能會發現到 咦 即是你特區當局 你希望透過這個寧訊 都被人覺得特區政府做到些事 但實際上原來甚麼都做不到 即是你只是被這個媒體 那十幾二十天去到 要將一些很悲慘 很悲情的劇情 不斷去到抽水 去到勸掩 去到大字標題 特別有其中一個 即是傷者本身現在長期要戴口罩 因為這麼面容的問題 那反而那些人寧願是很關注 揭開口罩之後的怎樣的樣子 是多過真是關心到整件事件 特區政府的處理態度 這當然是令人非常之 即是歐索罩 即是失望都說不到 你無望何來有失望 那你歐索罩就已經算了 那另一方面 如果我們會說特區政府 由現在去到三月 真是正式拍馬仔都做不到事情 你覺得會否反而對於 譬如說一些社會上 一些非建制派的團體、政黨 會否反而是一個好的時機 去到重整旗鼓 你又會覺得其實對於建制派來說 會否這段時間 這種混樂不明的時代 他們又怎樣去定位自己自處 其實我覺得整個問題是 無論在甚麼問題上 現在中共政府對香港的影響 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香港的民意或香港的權力 應該根據甚麼行使 如果當我們做的事 有可能是跟北京利益抵觸的時候 我看了回歸這麼久 越來越把波交給中共政府 這就是我看到的 我覺得菲律賓的人質事件 我想說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大家記住一件事 政府怎樣錯都不關人民的事 我聽到很多人提出要杯葛菲律賓人 我覺得大可不變 政府做錯了在香港為香港人服務的 菲律賓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不是我便會變成熱獲團 驚蝦 這是第一個 首先是要記住 其實我覺得 在菲律賓來說 正式入散是很普遍的事 我也有講過很多次 之前也有講過 所以其實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都亂了 很簡單舉個例子 現在菲律賓還是黑色的 旅遊顯示 旅遊顯示 即是不能去 不能去的時候 政府會慣經 即是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面對一個 這麼大的危機 怎樣去處理的時候 似乎我們政府是沒有辦法去處理 你見到曾蔡權是沒有出來的 而我記得那些苦主是想見他 他亦都沒有出來的 這樣是不料了之 我覺得在這裏有個問題 到底中共有沒有做過事 想不想做 做了結果是怎樣 現在香港人是一個夢想鼓裡 這亦都可能是曾蔡權要沉默的原因 不單是沉默 甚至你會見到 其實盡量用一個避的態度 剛才講到這個黑色旅遊警告 其中一樣 愛依澤當然可能 他現在還是黑色的 只是鬥氣 因為馬尼拉人質事件之後 其實過了一個星期 就應該不黑色 因為馬尼拉發生這些事件 是不多的 所以即是說 這個協詞人質事件是不常見 所以沒有可能 因為一次人質事件之後 就要掛黑色 相反日本已經全世界都說有問題 他又不掛黑色 現在都不是黑色 所以就算你說不是整個日本 最少在這個 本州或者日本東地區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 所以你知道他是隨便 說得是隨便 我相信其實議會本身 也都應該盡其責任 去到嚴厲地執民政府 即是本身發出所謂 旅遊警示的標準 其實剛剛這個星期 有一邊社論 都已經批評這個政府 根本其實完全沒有一個風險管理 大家有看過沈玉輝教授的文章 都已經歧視了沈玉輝 又可能對政府盡量幫忙 都開始看不過眼 要剷政府 所以某程度上 你都會見到這個 末世政府 即是搞到那些人又末世去搶炎 搞到那些氣氛又末世 又不知做甚麼 甚至我們會說 就算選了七年前是新特首 可能就是末世加末世成末世 繼續去末世下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再用一種心態就是 說當然我們不幸運 鬼叫我是香港人嗎 就是香港人就是這樣 然後就對於那些人 遊行示威去出聲 就說你為甚麼這麼多事 不要妨礙這條街 不要妨礙我開車 不要妨礙這條路 你見到很大程度上 香港人面對這一種 這種情況 用一種很逃避 或者用一種 就是對權威 所以就完全是一種忍耐 或者容忍 對於出聲的人 就說他當時的話 那是時候真的要做了那些 你看到核電 就是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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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躍斌人事件就是這樣 你看到 政府 政府開頭的時候 對日本的一個由地震 或者海嘯引發的 核電廠出現故障 而有機會引起 污染危機的時候 他的態度非常之爛爛閒 即是沒有第一時間 將他所有得到的資料 第一時間是不停地向香港人說 香港人出了事 即是已經是 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他才出來說 這絕對是一個管治的失效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再不能夠用一種 自求多福的態度 去到面對現在發生的事 我常常都會用 查理士迪根斯那句說話 現在是最壞的時候 也可能是一個最好的時候 如果沒有一個這麼最壞的時候 我想是不需要一些人 仍然覺得就是 我想某程度上 不是對特區政府有期望 但是很大程度上 對現在這個局勢 仍然抱著一種 不關我的事 但對話 到頭來出事那個 就會是你了 剛才都說了很多 關於現在 無論由這個管治班底 去到中央政府 去到處理一連串 菲律賓事件 日本地震事件 等等這些事件 政府本身的一些 失當的地方 甚至我們都談過 關於明年特首選舉 無論是哪個作為 如果制度沒有改變的話 到頭來可能只不過是 繼續出現了董建華翻版 曾殷權翻版 甚至是唐英年加強版 曾鎮華加強版 或者是梁振英加強版 等等至於此類 其實加強版 就一向都可以做 其實政府經常都希望 用這樣的方法 去做加強版 其實他不是沒有想過 你看一下 這個馬慈亨不做之後 他就用陳家強 一個學者來做局長 他不是不想做 而且問題是 他不懂做 也不知怎樣做 某個政府是希望自己 民望低 所以你看回他 無論是處理這個 菲律賓人質事件 或者其他事件 這個立場非常飄忽 可以說是 跟隨著他們收到的情報 或者看看市民的發言怎樣 然後決定怎樣做 一定是沒有所謂領導的能力 沒有領導的能力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現在的問題在於 香港人很慘的 他們搞定了 應該 今天11月再選特首 時候 新特首 應該有機會跟大家見一下 當然剛才說到 現在 正果不明朗 無可避免 現在特首基本上 已經決定自肺武功 新的特首 跑馬仔又好像 因為我亦聽過 其實現在中央仍然在 在考察中 無論是黑馬白馬 還是不知甚麼馬 究竟表現如何 才去提示那八百人 怎樣去投票 現在的死症是甚麼呢 就是 我會覺得 那八百人會更加 善重他們的選票 以前是中央叫做甚麼 現在我相信他們更加 懂得去玩那些 性事分贓 這個 這個分贓之後 原來再去處理其他問題 因為 現在最少我看到有三路 有兩路人 一個是唐英年 一個是梁振英 一個都是對到出面 到底范Sir 看看是否會出來 現在很難說 所以其實他們三個集團 是互相內耗 即是你一看到對方 想甚麼的過失 他就會大聲是搞定他 我相信一個問題就是 曾蔭權在2007年時 跟梁家傑選 就說我會做 你不會做 即是你講的 這樣就很簡單 你看回政綱 其實他會做 是甚麼呢 就是違憲 遍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授權給政府 或一些單位 拿別人的個人私隱 這是非常不要得的 另外政府 政府在香港的事務上 亦都沒有甚麼掌足的進步 隨便先守住 所以我覺得連賽是在萎縮 那當然 我們知道11月會有區議會選舉 當然有人會覺得區議會選舉 只是一個被劃分做很小很小地方的選舉 但其實某程度上 政府會不會都很認真地 會透過看今次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某程度上可能無論是那三位 或者兩位疑似候選人 都會因應局勢 去到特別強調自己 或一些優點 令到選舉 顯得疑似 認受性 或者他們被市民接受程度 是否會大一點 還是其實沒有甚麼關係 其實區議會 有陰性 有陰性 太到積極 然後選為選 不選 不選 究竟會是怎樣 某程度上 我就帶長報答 當然我們會說 其實區議會選舉本身 某程度上也是親建制陣營本身 去到自己實力一個很重要的場所 剛剛上星期六 有一個場合都見過 其中一個親建制派 現在是某區議會 東區區議會的副主席 當然那天見到他一身輕鬆打扮 拿著一個iPad 參與兩個多小時的 國民教育講座 見到很輕鬆 所以某程度上 建制派 看回現在的環境 第一 沒有一些議題 其實是 建制派會受到一個很大的攻擊或威脅 而令到他可能在接下來的選舉 變成失利 因為始終現在來十一月 都是一段頗長的時間 但是沒有人知道 今年下半年本身香港會發生甚麼事 但是其實很大程度上 我們會說其實香港今年本身 面對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以往被忽略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社會低層 低下階層 這些社會上被邊緣化人士 開始真的會發聲 開始透過具體行動 甚至它的行動背後是一個很積極的信念 想法 開始慢慢其實在整個社會裏面 受到這個關注 即無論那個關注是某些人覺得 對於這些人的排擠都好 或者這些關注 某些人開始覺得 重新認識這個社會都好 而另一件事就是 在今年的香港 即今年到現在為止 到差不多三個月時間裏面 我們都知道 其實當然議會本身 即某程度上 我們會見到 譬如說之前 有人用所謂議會的暴敵文化 去描繪譬 譬如說 黃毓民 或者甚至長毛 就是扔膠樽 扔招這些行為 但是 隨著這些行為 背後政府去修改這個政策 而較為符合民意 即不單止所謂議會的暴力文化 只不過是某些 對政治無知的人 不斷拿來去抽水的一些詞彙 更加還有一件事就是 原來這個政府本身 無論是上至特首 私級官員 甚至公務員 對整個社會的變化觸覺 認知基本上是完全脫離於整個事實 再加上政府本身 原本要照顧關顧那班資本家 銀行家 地產家等等 所以很大程度上 在這一兩年裏面 一方面就是政府仍然 繼續透過一個利益輸送 去到繼續照顧這班資本家 或者是一班地產商的利益 這件事沒有變 另一方面就是政府 開始真的要面對低下階層 對政府的衝擊 無論是透過一些巨大社會行動 甚至都會見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繼續靠某一些親建制陣營的政黨 透過小恩小惠 希望餵飽於這些人 讓他們不會對社會不滿 這個做法 究竟是否像我們以前所想的 效用真的這麼大呢 因為很大程度上就是 這些所謂小恩小惠 多數都是在選舉之前 才去下手下腳做功夫 或者甚至是因為為選舉 而做一些小恩小惠 但實際上很多低下階層 都可能都開始認識到 就是醫政黨去到一些政策層面 是出賣這些低下階層 或者受到上面被邊緣人士理的時候 慢慢的人都會覺得 食窮民建聯票投射民聯醫的做法 也都可能慢慢有些人都覺得 會是一個可能的做法 是很簡單的 就是最近我們開這個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時候 有些督察 就是食環署的督察上來 因為它現在是取消 取消一個計劃就是 以前食環署的督察 原因是甚麼呢 我猜想就是 因為這個服務部固然照顧到員工 但因為律師到場之後 員工不停要請示他上司 變成上司指揮員工口供 是 所以我猜想 黃銀署見到這樣 就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就說性取消了它 當然那些前線的食環署的職員 因為職務原來又多 所以衝突又更加多 又多了少犯 所以他就很不滿意 黃國興我們就出來大聲說 這件事不滿意 那件事不滿意 我就起身說 我現在區區一個所謂律師服務 你是鬼殺不住 當年減民工的時候 你又支持 你公聯會為何要支持 是不是 那殺菊你又支持 你殺了個局他 殺了個市政局 自然會有這樣的結果 因為小小菊就交權給政府 所以你看到這班保皇黨 永遠都是這樣做 永遠都是駁香港人善亡 永遠都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永遠都是這樣 你叫梁國興做事不到尾 說的 說到連一場矇都起了談 雖然王國興多厲害 這真是一個非常之明顯的例 大家一說明 領會也是這樣 領會也是這樣 領會也贊成 政黨完全是沒有原則 好像民主黨又拖頭又罵 阿董這個八萬五害死人 現在又說要復獻居屋 又說民主黨是弱石亂頭 現在又說要租者自棋屋 租者自棋屋 這個就是說 你可以買回一間公屋 其實是失敗了 整個實驗計劃 只不過民主黨在他的擁頓 可能有若干人 很想買了自己的公屋 其實這個是錯的 民主黨一定叫他不要買 為什麼呢 你買了之後 所有的維修是你自己做的 是浪費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變成一村兩制 一樓兩制 有些是租戶 有些是自住物業 所以在公屋邨裏造成一個分化 所以其實看到民主黨 若石亂頭 總之鬥騙 你說要什麼 他就跟你說說 是完全沒有了一個觀念 就是說 這個民主黨是沒有辦法 可以釐清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合適的住宅權 或者居住權 和擁有物業是兩回事 兩者有關係 但未必一定是這樣 現在這個民主黨似乎 就覺得他都鼓勵香港人買樓 這個買樓是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因為未必可以負擔得起 所以其實民主黨 我覺得他在房屋政策上 已經是出以反應很多次 其實之前長寶都說過 香港政黨本身有沒有一個所謂理念 其實都很大疑問 你會見到很多政黨 可能就著當時的政策需要 或者是民意需要 他就說一些 今日的我打到最後的我的一些主張 所以 所以很難去積累到 政黨很難去積累到增長 意思就是說 大部分的政黨 因為他要選票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停地去搏選民謀 他不是說他要拿到選票去拿到那個議席去實踐他的理念或理想 而相反的 他要去放棄自己的理念 然後令自己可以在不停的轉台上拿到席位 這是最大的秘外 尤其是當你自己說是一個爭取普選的黨派的時候 這個更加是非常之差 所以這個就是爲什麽 我基本上判斷這個民主黨和共產黨那個九合 即是說中國秘密談判去形成了一個所謂政治改革方案 其實是民主黨在組織 由1994年組織之後 到2010年一個16年來的一個量變道質變的重量 一直這樣滾動的時候 的重量是帶了一個慣性出來 所以他就傾向於妥協 聽說 蕭華有一招叫做鬥而不破 然後跟他鬥 就是不要鬥跨他 其實這個就是覺得有一個弱勢的政府 比他們發展好些 剛你想起民主黨 一、兩年前剛好記得 講高鐵的時候 其中有一篇文章 你祖喬一篇文章 要推你上來這裏 其實可能將來民主黨和民建聯會合併 就算你說不是一個實質上兩個組織合併 但很大程度上兩個 即是你見到民主黨慢慢出入民建聯化這個過程裏面 你會見到其實它已經是一個叫做 我叫做de facto或多真實一個民建聯 我也預測過這個趨勢 不過我錯了 我覺得自由黨會跟民建聯合併 我覺得是這樣 民主黨又忘了跟哪個合併 我會覺得整個香港的政治化 從來都很大程度 不是香港人主動去找他自己的前途歸宿 相反來說 是因為有些事不能不變 譬如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 社會的結構的發展 是不能不所謂要將整個管治 Rationalize 即是說要令到它有可操控性 以及不能夠太過背離邏輯太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香港回歸 所以這個香港的群眾運動 或者群眾本身的意識落效組織的散弱 其實就造就了民主黨這班人 所謂了化作先鋒 其實我也是非常可惜 到今時今日其實 不過我現在想講講 就是關於林美之外 講講核子的問題 好啊 我看這麼多的反核 好像從來沒有人提核武 即是核電最無可恕 但為何沒有人提核武 我真是不明白 我不知道綠色和平有沒有提 我覺得是非常之匪夷所思 不能夠了解的就是 其實沒有核 沒有就一定沒有核電 而核武的危險性是非常大的 就是因為它有機會用 或者有機會是這個 其實它是很多間核電廠周圍擺 周圍擺 周圍擺 擺在這裏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今天我們講反核的時候 竟然不講核武 再講核電 核武和核電之間的關係太過密切 所以這個真的我覺得是一個遺憾 我聽了這麼久 真的很少人講核子武器的危害 或者是核子武器的發展其實是核電的原因 我覺得在香港來說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剛剛你講到核武的危害 當然很多人會想 似乎現在未有一些大人的戰爭 當然大家認識到應該是 是否兩衣戰爭有用過核武呢 兩衣戰爭沒有用過 沒有用過 毒氣彈 戒指氣 但除非有些人會覺得 在一個我們會經歷過核戰內 會產生一個很大規模 因為核武而造成的生態 或人類的毀滅 所謂很多人會比較切身一點 會覺得核電對自身安全環境的威脅 的認知可能會大過核武的最大威脅 當然是因為核武暫時未用過 用過便玩完 可以看到 基本上核武由於禁止核子擴散條約 由幾個有核彈的國家簽訂了 由那天開始 其他人要有核武便要問過他們 他們有很多人不可以有 就是這樣 巴基斯坦和印度有 其實這兩個都不是俱樂部之中的一個 現在便勉強被過關 伊朗北韓都說要有 所以其實可以這樣說 就是在落後的地區 或者所謂落後的國家裏面 希望有核武作為一種震懾或威嚇的力量 或者抵擋幾個大的國家 或者在周邊作威作服 真的浪費了很多民資民高 老實說很簡單 你做了之後 你一定是會均損民用 一定是會做核電 老實說這些所謂後期的核子俱樂部的成員 你老實說沒有那些核子俱樂部的國家 去幫他手去怎樣搞 第一你原料提煉不到 你的法定推怎樣做 很簡單 所以其實說來說去 就是當我這個世界還有核武的時候 核電便一定不會按到 所以我想其實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們當然講了很多關於 真人權後時期香港的亂局 我想亂局之餘 大家不要再做花生有長度 剝削花生去看 因為出事的話就好像海藻一樣 命都沒有 可惠 另一方面就是當我們去理解 最近由日本福島地震 而導致到的核子危機時候 核電的安全 又或者甚至由核電的支組 就是核武本身 對世界安全構成的威嚴 甚至其實長短短短幾分裏 都講到核武本身 你那些國家 當然因為是一個高度軍事 當然是一個非常嚴格的管理 但萬一有些國家突然間 不刻意用了的話 究竟對人類 無論是性命 環境 各方面的破壞會是怎樣 當然暫時未有人知道 但你看到福島地震 對海洋 食物 土地 人的破壞 其實大家都不能忽略負面影響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